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说这个小马武跟大马武是不是父子呢 说说得交代 就是父子 这小子那就是当年刚生起来的 马武的儿子李氏夫人 啼哭落泪 没办法的时候 马世宗在他眼前上赶着 要人家儿子 他就把这孩子给了谁来 给了他二儿妻 二儿妻呢 刚生孩子两个多月 正好是有奶 就把这孩子就交给儿媳妇 再三说好话 说这孩子身世是怎么回事 他们家是好人呢 说他爷爷是忠良 是元帅呀 他爹也是个英雄 咱们都姓了啊 五百年前都是一家 你只要把这孩子给养活了 你就只当孝敬你公公婆婆一样 我们老年口子 死后也能闭上眼 要说那儿媳妇也真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俩孩子吃不饱 要一走路 特别是有小孩的人是怕走道 一走道他上火这个奶 他往上吊 孩子这奶不够吃 这位太太蓝氏 这个心地太善良 他一想 我还没到二十岁呢 将来我生多少不一定 说什么 我也得把这个孩子给养活了 一咬牙 把自己的儿子饿死了 把这孩子养活了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 公公婆婆心里明白 自己的丈夫也更清楚 就是老马这一家子人 那个心地自来就是善良 所以说这小马五 那就是马五那个食落的儿子 今天这是咱们大概这么一说 这事儿也就接上了 小马五往里边来 爹 我回来了 我能进去吗 里边声音很微就进来 他把双锤蹲下走进来 马世宗半卧半坐 有人扶着 他坐起来 什么事儿 你回来了 爹啊 我打了一仗 没跟您说 跟谁打仗 中原的 汇马青刀五文神 花斗太薄 马五 马子杖 什么 马五 不错 剩了 是败老爹 儿子我能背吗 说着 洋洋得意 我把他生情糊作 抓来了 这伤没伤 爹啊 我没把他打伤 我只是把他拽 飞着扔出去了 那家伙那身体挺好的 所以说就没衰退 把他带到大厅 我跟他见一见 有人扶着老头 往外边走 到大厅里边 当中坐下 从外边拉拉 坠坠 推推咽咽 把马五就推进来了 马子杖一看 当中坐这人 六十多岁 花白胡子 白脸头 气色不正 好像并行 谁呢 老头报名了 说我叫马世宗 你是马五吗 他看看马五 又看看 他的小儿子 小马五 推出去 把马五推出去 这时间 那个天可就黑了 吃饭 让别人吃饭去了 马世宗就没有吃饭 在大厅里边 也没有回到自己 那个寝室书房里去 别人他也不让进来 也不知道 这老头什么意思 有人在外头 偷听 就感觉 这老头 在屋里头 来回走 老头可为了难了 跟马五 一见面 那个心就治藩过 哎呀 这个事可怎么办 你这个事 那为什么难呢 当中 要人家儿子了 他怎么输的 那就怎么干呗 说信是人间 一大宝 弄是江山 不是妖 你怎么说的 就怎么办 可是这里边 情况不一样 什么情况呢 他来的时候 他是中原人 他是有人介绍 他的磕头兄弟 叫吴维胡 是三江人 就说是汉口人 他这个兄弟 投奔心下了 也是反对汉莽的人 给他写信 他才投奔 西下来的 要不然冒冒 这一家子人 哪能往西下来呀 他保了西下了 是那兄弟给做的保 当初那王爷问过 说这位老英雄 要保了我了 将来能不能出意外 他帮着中原 他打我呀 兄弟跪在大王面前 就说了 如果出现这个事 我全家老小 以人头为保 说过这个 做过保人 再者还有一段事情 两下开始一打仗 大王 就把老马家几口人 告诉手下 接到铁栏关去了 这老头五个儿子 为什么说书 只说了两个 一个马拳 一个马亏马光照 那三儿子都在西下铁栏关 二儿子没有孩子了 就把这小妈五个儿养大了 那位太太没有生 三儿子有一男一女 一个叫丰 一个叫丰 你说这一家子人家 都在那儿 老伴在那儿 老头心里明白 大王就让这些个人 是在他那个京都 做我们家的人职 所以说他心胳膊 在大天里来回走 那心乱如麻 在这一夜之间 他也没有躺下 到天亮了 儿子们来了 让他吃饭 看看 他怕桌子上 住的前面都是血 哎哟 可把小妈五吓坏了 干嘛不老人家扶起来 一摸 心口味 多少的还跳的 爹 爹 我明白了 我把你气的 说怎么就 这马失踪 也缓不过来了 不行了 小妈五一声令下 来 把马五 马子杖给我带起来 从外边拉拉对不对 把马五就推进来 我要不杀了马五 我对不起我爹 是我把我爹气的 我说出那一番话来 我爹才要这样 他伸手蹭 把匕首拽出来 性侵咔嚓 他把马五的胸签就摸住了 手起刀往前一去 马五这命就没了 猛人间一声炸函 住手 声音非常急 小马五刀停住了 后边人走进来了 闻得一乱 大家看走进来这个人 三十来高 骨瘦如柴 一把火能烧没了 一阵风能刮跑了 是谁 大汉将 治困治军战 我说 小马五 先别上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你这刀不就下去了吗 刀一下去 这人不就死了吗 小马五 我说别的都没有用 今天杀了马五 将来有医治 追悔不及 胡说什么 我拦你一句话 你今儿把马五杀了 你那爹 他能活吗 你要听我的话 你先别杀马五 可要说 马上就给你拿来 办不到 我得快跑 把那药拿来 给你爹治好 这不叫三权其美吗 治困 要真能把我爹治好 我就留着马五 暂时不杀 治坤 他走了 小马五 赶快写报报 报告谁 大将常人 说现在我爹 怎么情况 缓不过来了 让常人 还是另派见过呢 还是直接 我领兵带队 跟大汉将打的 是这么个内容 写得非常清楚 大将常人 接的报告 他也不敢隐瞒 赶快把这封信 这报告 命人昼夜不停的送进铁篮棺 大王看到这封信和公事 常人也扶着一封公事 就把马中 马孝 马霜 哥仨都来了 大王不瞒着 让他们看 这哥仨看完了 大王让他们回去 回到府里边来 这哥三个出事 出什么事 出了一个特殊的事 这个马中这个人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非常冷酷 他这个人 从年轻时候 跟一般人想法也不一样 娶媳妇 不要 他跟他爹马表示 说爹娘啊 你放心吧 我不想要夫人 我也不想要孩子 但等你们老两口子 一去世冰天之后 我就走了 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跟谁 好像也不近乎 今天回到家里边来 他来回这转 就把兄弟 给交过来 兄弟过来 特别是老二 他让老三走了 大哥 什么事 兄弟 爹完了 你想着让爹这个仇 怎么样 哥哥 我能什么样 相隔千里 兄弟 你愿意给爹报仇 哥哥呀 这是什么话 可爹有危险 那为什么不想报仇 要想报仇 除非是把大汉将 任任朱厥 刀刀斩尽 那才能报得了仇 你和我 你和我老三 咱们能把汉将 致死了 哥哥 你怎么今天跟我瞪眼呢 不是我跟你瞪眼 我要问你 咱们行不行 哥哥咱们没那么大能力 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 你我想报仇报不了 要想报仇 除非是老五 跨下马 掌中陪 休米安家 那现在不就打人呢吗 打着呢 你说得到轻快 打着呢 马五来了 是你不知道的 还是我不知道的 哥哥 那咱们俩不说 这事 他不就拉倒了吗 兄弟 你我不说 弟妹能不能说 他跟小马五 情同母子 那怎么办 你要把弟妹杀死 哥哥呀 哥哥 他 你 你 你 什么 不把他杀死 爹那个仇 就罢不了 你就按我去吧 给他弄房子 一把刀 就这么的 说完了 他走了 老二站在这 目标急速 如龙四雅 千丝后想 只得这么办 国家大事 我们全家人 到了西夏来 西夏王对我们很好 没办法 拎着刀 拿这包药 找自己太太来了 天黑了 刚吃完晚上饭 门这么一响 二夫人一听脚步声 丈夫回来 赶忙迎接 丈夫 二太太一看 丈夫这面色 手里拿着刀 还拿着一个纸包 怎么个意思 她弄了 什么 你怎么个意思 脸色 怎么这样难看 他妈妈妈把刀割桌子上了 这包药也割那儿了 他看看旁边那碗 把碗拿过来 倒了半碗水 把这药也和了 夫人 有个事 我跟你说 他就把军前的事 从头之内 跟自己夫人说完了 哎呀 说那打仗的事 军前作战 说瓦罐不利 金口破 大将难免震前亡 也别说老公公 他 他现在不一定准死吧 又死了 那就为国捐去 丈夫 你有什么事吗 夫人 哥哥说了 非得咱们老兄弟 才能给爹报仇 马五来了 他们父子已经见着了 把马五抓住来 如果父子相认 爹这个仇 可就报不了了 他的身世 我知道 大哥知道 你知道 其他别人不知道 我们哥俩不能说 就是你这一个人了 大哥的意思 怕你说了实话 这把刀 还有这碗毒药 你喝毒药 还是准 都可以死吧 他说的这 心里也是一阵难过 什么 二太太王红 大无亏了一步 什么死 长包 三岗五叉 不毒 君教 臣死 臣得死 父教 死亡 死得亡 父教 欺死 欺得死 人以理直信 这叫三岗五叉 可是 他得死啊 丈夫 如果我犯了七处之条 你让我死 我绝不为卡 我可以死 我可以死 这个事 你不是不知道吧 当年 是老公公 把他回来的 我就拿这个小马虎 当了我的亲生之子 为人说 我管他叫兄弟 我拿他当儿子看待 我认为我做了一个非常有德 很好的一件大事 到头来惊天 你们弟兄 就拿这件事 给我加罪 要毒死我 要杀死我 天地之间 还有良心啊 苦痛 他跪下了 丈夫 你留下我吧 你饶了我吧 我认为我 没有错 死了 不 不要说别的 说什么都没有 他一跪身 把门关上 他走了 可他这一走了 二夫人 跪在地上 这顿嚎吵 最后 他知道 没路可活 只有死 他站起来 没拿过刀 他连小生父都没杀过 抹脖子 实在是难过 他拨着又完 那就拔不几顿成山 喝了又完 他刚伸手 就听后边说话 不要喝 不要喝 谁啊 他多离多梭 回头笑 就侍奉他那个 不是老妈妈 老妈妈 你来了 二夫人 你们说话 我听着了 我就在后窗子 你可不能死啊 你要死了 你干的这些好事啊 一切啊 那就都完了 你天空尽气 你就成了罪人啊 老妈妈 我 我又怎么办呢 二夫人 你去找小马五 你跟小马五 说实话 让他们父子相认 你这不就 把这有德的事 做到家了 是吗 我 我走得了吗 我怎么走啊 这么远 我跟你背马 你要自己能背马 在马后里的 把马背上 你赶快逃跑 不行 我张不来离开 那我 我跑了 他们追上我呢 二夫人 扔着你吧 咱们俩身体差不多 当然我最速比你老 我替你喝了毒药 把衣服那么一坏 我假装了 是你 你不就跑了吗 不行 那不行 老妈妈伸手 不要管端起来 咕咕咕咕咕咕 等抢碗的时候 他已经喝没了 啪啪碗扔地上了 二夫人 快点 混一声 现在我这心里 已经开始难过了 你说这事 可怎么办 二夫人只得脱衣服 两个人 被衣裳换了 刚换完衣服 这老妈妈 就怕那儿了 二夫人 冲神撤步 往后边马后跑 她经常看到 人家背马 她也会背马 把马背上 拉着把 直接够在后边的脚门 把脚门开开 上了马 直接逃跑 够笨两军这 可逃跑了 找二爷 见大哥来了 低着头 报告 我告诉 我脖子 喝多药 怎么都行 坐下歇会吧 两个人坐那 说几时间 你去看看 等一会儿了 去看看去 二爷来了 到夫人这屋里头 那一看 趴着呢 回来 抱个大夫 大夫 死了 喝多药 弄碗打了 虽然灯不太亮 我看你差不多 那怎么办 棺材我准备好了 告诉 把他入列 是 心里的话 我这哥哥他还真狠 他把棺材都准备好了 都往棺材里头了 这时候可就到了半夜 马忠这个人 他不光是狠 他另外他非常细致 什么事 一丝一毫的 他也不放过 告诉 拿灯来 把棺材盖打开 等我下方 我看看 那个老妈子什么样 二爹妹什么样 他回事差点悬熟 过来 过来 老二王田这一来 这大嘴巴 从这就周外头去了 哥哥 那怎么回事 你看看 他是谁 老二照 他虽然说 看着的是老妈子一惊 可他在心里头 并不难过 为什么他不是他乙父 他一看他媳妇没死 他就明白了 他媳妇跑了 来呀 大爷 给我把马背上 给我准备一条枪 是 他赶忙往外边跑 飞身踢前上马 准知道是从后边走的 他从后门就追下来了 他追的可是快 二弟妹虽然说 他们两个的时间差得很远 他跑了个慢 天蒙蓬地上的时候 好像前边有 是吧 锦发战马追下来了 二夫人 他往前跑着 他回头就 哎呦 可把他吓唐 猛的钱 头飞也炸上 这不大哥来了 这回他才磕这匹蛋马 胡出命之跑 挂着马鞭子 伸手摘下来 紧打几千 这匹吧 那就公布这一路 前边是哪 根本他就没走过这样的道 反正是往前跑 那哪哪哪吧 站下 你再往前走 你也走不了 赶快站下 跟我回去 他嘴里说得好听 说跟他回去 其实他心里不那么回事 只有一注意伤 一枪扎死 死了 什么事都完了 二太匹也知道 他这大哥心狠一毒 哪能听他的话 他老回头看 这马八高了 上山岭了 后边追的 也就上来了 要会骑马的 离楼远的 他就往前看 前边有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他不会骑马 只有在马上 抓着这马的盼滚头 一时一时地回头看 离这还有多远的 可会了 他怎么着 前边跑到山头上了 下边好像就这么二十那么起 是个大神剑 这水 有多深 也不知道 可是 他这马当着 自动的这马 站住 他一站住 大爷就追到 他牵手一牢 要挑死 二姑人 这马上 有多远的 这马上 是个大神剑 这马上 是个大神剑 这马上 是个大神剑 感谢观看